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欧、Marco Rubio, 昨在国会听证会上点名台湾绑交有危机的友邦, 担忧巴拉圭可能成为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。 根据国民党立委将启臣证实,外交部次长刘德利日前已到巴拉圭救火。 根据联合报报道,将启臣证实,由于台湾和多名尼家才刚断交, 刘德利确实在几周前有到巴拉圭去,不过据他了解, 目前巴拉圭在外交部还属于黄灯警告,并没有前进到红灯警戒。 江启臣表示,巴拉圭可能跟我国断交一事,他在之前就已经听说, 目前还有七、八成的邦交国亮黄灯,就看中国是否要跟他们建交。 外交部今天上午对此传闻表示,我政府与巴拉圭邦一稳固, 各项双编及技术合作推动顺利,教育及文化交流亦相当密切, 感谢美国有人的正义支持与关心。 外交部说,中国持续挖我墙脚,图谋我有帮, 并造成东亚区域情势不安。